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伤天害理之事 老太监见小宫女长得漂亮 竟然起了色心 到底是什么原因才会令她有恕无苦 原来是一天前 丽妃找到太监总管安山 想让她在皇上面前美言几句 只因丽妃已经久久八十一天 没有得到过皇上的宠幸 心急的她瞬间想到 皇上身边的红人安山 并向安山承诺事情之后 将自己的侍女彩银送给她 好色的安山看着一旁水灵的侍女 当即答应了丽妃的请求 夜晚侍卫流行寻夜室 突然听到安总管的屋中传出了呼救声 采银这才逃脱了她的魔掌 不料安山却对此事毫不在意 反而满脸笑意地想要收买流行 让她不要将今日的事情说出去 我找机会 一定要好好补偿她 流行文言更是气愤 执意要将此事告到皇上那里 安山见流行竟然不识抬举 掏出匕首突然刺中她的腹部 流行看着满手鲜血缓缓倒在地上 但还是拼尽最后一口气 死死拽住安山的腿 为采银赢得逃跑的机会 深夜妃子燕然在御花园散心 一名太监匆匆赶来 告诉燕然流行遭遇不测的事 燕然听见好友进出了事 急忙向后愿地哭紧跑去 看着面前吐血不止的流行 急忙询问好友发生了什么 流行这才费力的 将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 燕然文言顿时大惊失色 流行说完就吐血而亡 燕然亲眼看着相伴了几十年的好友 惨死在自己的面前 心中的悲痛难以平复 是我的无能 还有优柔寡断 害了 燕然内心无比自责 当初流行为了他进宫还被进了审 如今却连性命都丢在了皇宫 心中的愧疚以及恨意如潮水般涌来 燕然发誓一定要让安总管付出代价 深夜燕然在庭院中吹响笛子 月声中带着满满的忧伤与绝绝 想到如今的处境 燕然不禁叹出一口气 她只是一个不受宠的妃子 若是想为好友报仇 那就必须地借助皇上的权利 果然没一会皇上就被取声吸引 不自觉地来到了燕然的寝宫 皇上听着声音不敢相信 一个小小的嫔妃 竟能吹出如此饱寒故事的取声 这不禁让皇上想起了自己过世的皇后 当初皇后就是凭借着这首曲子 才鼓足了军中将士们的士气 挽救了大楚失败的命运 皇上回过神来 心中不禁对燕然也产生了兴趣 皇上指着此曲 有思想之起 却不知 还有混君归之 燕然赤裸裸的话语 顿时让皇上把持不住 当即抱起燕然往寝宫中走去 姑娘未给青梅竹马报仇 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献给了皇上 次日燕然就被封为了皇贵妃 地位如同富后 在场的妃子们都被惊得合不拢嘴 可圣旨以下 他们也只能不情愿地跪地恭贺燕然 这时燕然漫步走到了安山的面前 安山文言吓得连连后退 自此燕然的计划也成功了一大半 深夜侍女彩银拿着祭品 来到流行去世的枯井前拜祭 彩银毫不犹豫地喝下了准备好的毒药 本以为自己必死无疑 不料下一秒 彩银却在燕然的寝宫中醒来 是流行拿命换来的 燕然告诉彩银 不能轻易放弃自己的生命 只有活着才能有机会复仇 燕然的话瞬间激起了彩银的求生欲 当即决定愿意为燕然卖命 一同除吊安总管 这天国师亲自规见皇上 原来是昨日他夜观天象 发现大楚皇运有异常之想 便带着皇上 向后宫中有异常的地方走去 不料这时刚好遇到了出门散布的燕然 国师一看到燕然 当场扬言他有天命之想 更是透露燕然的寝宫中会有急躁出现 国师的话音未落 燕然的侍女惊慌跑来 告知主子寝宫突现大雾的神器景象 皇上文言当即决定去看的究竟 众人看着满院的大雾 纷纷向国师询问缘由 只见国师拿出八卦盘 准确地指出庭院中央会有神器之物 不一会儿 侍卫们就在地底 挖出了一株千年灵芝 是尚瑞之招 大吉啊 皇上文言喜上眉梢 嘱咐燕然好好照叹灵芝 次日燕然对着灵芝默祈祷 这次一定要顺利除掉安总管 原来国师竟是燕然找来的帮手 只因当初国师遇难时 燕然曾经出手相助 国师这才主动进攻帮助他 不料这时 原本饱满光泽的灵芝竟突然违鸣 消息立刻传到了皇上的耳中 只见国师做法补卦 很快就算出了皇宫中有阴邪之物 才导致灵芝突然颓粉 而依据卦象的判断 阴邪之物的方位就在皇宫的西北角 皇上文言立刻察觉 这个方位就是安总管的炼丹坊 当即命令将军宇峰前去查看 宇峰带着侍卫来到丹坊 避外地发现桌子上的药材都是假的 而负责提供药材的太监 已经被安山带入了天牢 与此同时 安山正在严心拷打负责药材的太监 而太监也早已断气 这时皇上带着众人来到了天牢 得知了事情的经过 皇上怀疑安山的丹药有问题 斥责他的办事不利 可安总管却把所有的罪责 都推卸到了负责药材的太监身上 如今死无对证 皇上也只能罚安山一年的凤女 并打他三十大半 安山这才慌忙跪地谢罪 心中也明白了此次国师来者不善 安山想明白这一切 立刻来到了丽妃的寝宫 寻求她的帮助 得知安山已经用假担药 害死了十几名公寓 丽妃也大吃一惊 为了不汤这趟浑水 丽妃只能表示自己无能为力 还建议安总管早日把罪证消灭干净 两人丝毫没注意到 身后的采银把这一切都听了进去 走投无路的安总管 只能听取丽妃的建议 在深夜偷偷处理宫女的尸体 却没想到被宇峰抓了个正着 皇上得知消息大发雷霆 当即吩咐侍卫将安山抓捕陆狱 并派张绍青来审理此事 够奴才 死到临头了 你还不肯说实话 也不能把所有的脏水都泼到我头上吧 我死 我也拉个垫背的 贵妃终于给青梅竹马报了仇 却意外得到了今天的秘密 夜晚嫣然一袭黑衣来到天牢 想要亲自审讯安山 安山知道自己得罪了燕然 便想用自己知道的事情保住性命 他告诉燕然大臣都是所有的勾当 原来都是私自调用军中黑火药 给皇上炼丹 而安山则是在中间牵线搭桥的人 中间牵扯的官员足足有上百年 燕然文言怒不可乐 大楚正是因为有这些住宿 才会变成如今的模样 一旁的张绍青将安山的证词一一记录 并将奏章成给了皇上 皇上看后勃然大怒 命令张绍青带兵到窦市府中彻查 窦市看着官兵进入府中 明白此次恐怕是凶多吉少 便故意拖延时间 让窦夫人去将账本藏起来 张绍青看窦市一脸坦荡的模样 心中暗道一声不好 当即下令侍卫仔细搜查 果然没有发现任何的罪证 张绍青只能被迫无功而返 他将此事原本地告知了皇上 正当皇上一筹莫展时 宇峰带来了一箱金灿灿的黄金 正是窦市贩卖黑火药的罪证 可皇上见状却丝毫不露欣喜之色 反而因为宇峰能力过强计待于他 这时宇峰请求让自己负责这个案子 可皇上却对宇峰的话充耳不吻 最后还是让自己的亲信去调查此事 宇峰文言有些不悦 但还是无奈领着 窦夫人自知这次惊险万分 便进宫拜见燕然 希望自己这个侄女 能在皇上面前为窦家说情 并保住自己的女儿丽妃一命 燕然见窦夫人高高在上的模样 丝毫没有求人的态度 当即回绝了她的请求 都是一个贱人生的 自然是一脉小肠 燕然早已经不是当初不受宠的妃子 听到窦夫人的羞辱 燕然当即就要命人处置丽妃 窦夫人见状顿时软了态度 跪在地上请求燕然的原谅 见燕然无动于衷 窦夫人十分后悔自己刚才的所作所为 好 活着 窦夫人说完便朝着桌子撞去 想用自己的性命换取女儿一命 一旁的丽妃亲眼看着母亲死在面前 悲痛欲绝境晕了过去 经过太医的诊治 丽妃有了两个月的身孕 这令皇上欣喜不已 决定以后好好对待丽妃 深夜丽妃悠悠转醒 回想起母亲的死心中悲痛万分 甚至在得知自己有了身孕时 脸上也没有半分的心息 反而把母亲的死 全都归咎到燕然的头上 天啊 您听见 我怀上龙死了 丽妃想到与母亲相处的点滴 不甘心让母亲落得如此下场 便决定用自己肚子中的龙子 重新赢回地位 并让燕然付出代价 今被查识 即刻处死 次日斗士和安总管的罪证确斗 由皇上亲自艰行斩首示众 这也是为了警示 朝堂上其他贪污腐败大臣 眼看两人的人头落地 在场官员文言无不心惊胆战 这场闹剧也随之结束 午后皇上带着上好的药材看望丽妃 当场承诺不会因窦家的事而牵扯到她 并让她为了肚子中的龙子保重身体 丽妃文言当即谢过皇上 爱妃怀的这个孩子 确实是恰逢时期 丽妃文言脸上生出疑惑 原来是经过太医的推算 丽妃怀孕的当天 恰好是先皇后的生辰 皇上便认为丽妃的孩子 跟皇后颇有渊源 丽妃文言心中压下不快 自己得宠竟然全是靠着先皇后 心中不禁滋生了些许的恨意 同时也对权力有了更深的渴望 夜晚燕然坐在庭院中黯然伤身 侍女看主子如此忧伤 安慰她流行的大仇一报 可燕然却高兴不起来 后宫一入深四海 一旦踏进就绝无退路 丽妃最终会找到什么办法报复燕然 燕然在后宫又会遇到哪些事情呢 关注八两下集更精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